中間過程是有點堆狀 齊欣是很想保護她朋友 她不想讓你們多拍她的朋友 我相信她那晚是有請喝醉酒 她那晚的行為是絕對不會想冒犯任何人 而事後有些傳媒報道 當晚有些髒話說過 我是聽不到 我在這裡想呼籲大家傳媒的朋友 請你們給一些空間 我想說無論傳媒的朋友甚至網上的朋友 無論他們對現在的現狀 對現在的政制有幾個不滿意都好 齊欣是無辜的 更加不關她的朋友 請你們以後在她的活動 尤其是在她私人的活動 的情況下不要騷擾她 她的情緒是需要休養 她打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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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會覺得很心痛嗎 我剛才說過了 那晚她喝醉酒 她的所有那晚是好運 給你們現在運你幾十倍 在中間的過程是有追蹤 她一切的行為舉止 當晚是無意 絕對無意 我深信她是無意冒犯任何人 OK 會不會同心